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野火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爆发的新闻 8月12日晚些的时候 洛杉矶国家森林的休斯湖附近发生了一场迅速蔓延到1万英亩的大火 但是有关部门表示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建筑物受损的报告 消防部门和警方表示 截止到晚上9点 火势已经蔓延至1万英亩 但是仍然未得到控制 并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 浓烟笼罩着这个位于洛杉矶北部的地区 消防部门表示 疏散区内有一百多座建筑 但是没有损失或者损坏的主要证据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在俄勒冈州的瓦斯科县 另一场野火烧毁了500多英亩的工地 并促使数百人撤离 工作人员通宵打弹的控制火势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好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